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今天是20年4月17号 大家来欣赏一下我家的春菊 看看这菊花太美了 有粉色的,有杏黄的,还有淡黄的 远处的是白色的 最边上的墨菊,长花苞了,还没有开 很多花友都喜欢养菊花 一般都是在秋天开放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春菊的牵擦方法 我们最好选取菊花的嫩枝 老的不要,开过花的更不行 我们卡下一个嫩枝 把下刀的叶子去掉 留4到5片叶子就可以 菊花的千叉一般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6月份 如果到7月份千叉就不易重活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叉碎 我们可以把下刀太过长的剪掉它 最好是剪成一个斜口 如果是有生干水的就蘸一下 如果没有生干水呢 这样晾一下也是可以的 我们用的这个土呢 一定要干净,疏松,透气 我这个是泥碳土加的制石 我们可以把中间戳一个孔 直径跟插碎差不多大小 然后把插碎插入到里面 插入之后 我们一定要把四周的土给它压实 让插碎干泥土 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我千叉就喜欢用这种一次性的杯子 都预描薄 因为它生干了之后 可以及时的发现 和观察它的生干情况 自己做的这种营养杯呢 一定要底部留有孔 旁边也留有孔 这样就可以透水,透气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养花的朋友可以关注我